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 在这里我们结合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 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 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的话 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在人际关系跟沟通表达的教学里 一定会谈到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建立信赖感 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基本的信赖感 他的讯息传递就没有办法畅通 那如果有更好的信赖感的话 那彼此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影响 就是一个自然可以达成的事情 可是建立信赖感哦 我们都知道它需要时间 可是交给时间的沉淀 就像老久会越沉越香一样 它难道没有一些技巧 可以帮我们加速建立信赖感吗 当然有哦 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 就是建立信赖感的简单技巧 这个技巧可能有点违反你的直觉 但是我相信哦 你在真实生活里 真的去使用的话 它的效果会是非常好的 在我们的直觉里 为了避免别人不喜欢我们 别人讨厌我们 排斥我们 所以我们常常会习惯的 报喜不报忧 如果忧喜参半的话 我们都还习惯先报喜再报忧 然而今天哦 我要跟你分享的这个小技巧 就是有一点违反你的直觉 把表达的顺序稍微对调一下 你何不试试看 就是在表达的一开始 先坦诚自己的缺点 这样子反而对方会立刻的认为 这是一个比较诚实的人哦 在很多实物的研究里都发现 先报忧再报喜 可以在你的对象心中建立起 你是一个真诚的人 这样的印象 而且啊 当你在后面谈到那些 比较正向的 或者是谈到对于沟通对象 比较有利的部分的时候 你的听众会觉得 你的话比较可信 其实这样的技巧 它不只在生活经验里 得到印证 在很多后续的研究 尤其在法律的场景里哦 当一个律师在发动 对自己的攻击之前 自己先坦诚自己的弱点 这样子你反而会被法官或陪审团 觉得你比较可信 进而还能够赢得诉讼 其实这样的逻辑 在真实的口语运用当中 就是巧妙的善用 然而或者是但是 这样的一个连接词 比如说假设你去求职 你可以对你的面试官这么说 我在这个领域没有工作经验 但是我的学习能力很强 你有没有发现 你先把自己的弱势放在前面 而用但是这个连接词 创造出一个认知上的转折 这样子面试官反而就会把重点 放在你的学习能力上 再来一个销售人员 他可以对他的客户这么说 他说我们的系统架构成本 并不是最便宜的 然而优越的效率 可以在短时间里为你们公司创造更高的价值 其实在这样的巨型结构里 也是先把自己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的弱势 就是我们的成本 我们的价格不是最便宜的 当这个讯息释放出来之后 运用一个转折词 就是然而把自己后面 想要说服客户的关键点提出来 就是我能够为你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不止如此 在历史上 英格兰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在她执政期间的两个最著名的演讲里 她也运用了这样的影响力 她的第一场演说 发生在1588年的提尔波利 当时她面对自己的军队 而她的军队正准备要从海上 阻止西班牙的军队的入侵 然而她身为一个女性 其实她的士兵都蛮担心的 女性会不会相对比较脆弱 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么严酷的战争过程 还有战争结果 然而她对她的士兵说了一段话 她说 我知道自己有着女性的柔弱身躯 但是这个身躯内有一颗国王的心 也住着一位英格兰国王 据说她把这些话说完之后 底下的士兵抱起热烈的掌声跟欢呼 这个掌声跟欢呼 大到军官还要骑马进入军队当中 控制秩序 让女王完成这段演讲 结果她从1588年的这场演讲之后 往后看13年 在那个时候的政治氛围 其实有很多议员 对她不是太信任 她在致辞要结束的时候 她说 尽管在座的当中 无论过去或未来 有着更多 具有势力 更睿智的亲王贵族 然而啊 无论过去或未来 各位不会再遇到更爱你们的人 这样的一段话 后来的英国历史学家 查理卡文迪西 他说 在这一段话说完之后 当时离开议会大厅的听众们 他们的态度都改变了 而且还有很多人眼中含着眼泪离开那里 所以你会发现哦 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她就运用了这个连接词 但是和然而 她把她的听众已经都知道的弱点 或者是缺点先提出来 透过巧妙的转折词 把他们的注意力 转移到自己的优势 或者是自己的诉求 特别向她的士兵们强调 自己有一颗国王的心 代表着勇气 同样的 也对于她的大臣们 说她对自己的人民们 有至高无上的爱啊 所以你会发现 先报忧再报喜 在感受上好像有一点违反直觉 这样子真的能够建立信赖吗 然而我邀请你 回到自己真实的生活场景里 你去想想 如果一个人张口闭口 就是好很好非常好 你有没有感觉假假的 然而如果一个人 他愿意把自己的缺点或弱势 先坦诚不会的摊开来在你面前 接下来他说的 你是不是相对的比较愿意听呢 其实我常常说 要去说服或者是要做好表达 并没有那么困难 关键在于 你是否有弄懂 人到底在想什么 还有一些关键的影响力法则 然而说到这里 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有一门线上课程 叫做自信表达力 其实自信表达力 这一门线上课程 就是回到最根本的部分 帮助你建立起思考 当你知道怎么想 你就自然的能够讲得清楚 当你有了思考 跟讲清楚的基础之后 接下来你如何去设计你的说词 让别人是听得近的 而且会去有行动的改变 也就是会去做的 这就是我在自信表达力里 为你带来的 然而很多人听我的内容 听我的一天听一点到现在 我想啊 这些内容如果能够带给你一些 启发与帮助让你有耐心 听到这个时候 或者是听了很多的话 那么或许我的经验 能够带给你一些帮助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我给你的并不是特效药 如果你要追求特效药 可能在别的地方 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但是在这里 我会给你回到根本 最扎实的学习跟前进 因为毕竟表达的任务 并不是要去证明自己很厉害 真正好的表达 是让你的受众 能够听得尽 而且会去做 影响力的来源 从来就不是来自于 一个耀眼的明星 而是来自于 你所传递出来的讯息 是否能深入人心啊 如果你认同这样的想法的话 在这里 关于自信表达力的这一门课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要跟你做分享 这个讯息就是 自信表达力1699的优惠 即将在11月30号的 晚上12点就截止了 所以如果你还没加入的话 请你把握着难得的机会 希望我能够透过 线上学习的途径 跟你一起在表达的 这个领域上 同步前进 也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带给你一些 启发与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除了YouTube之外 我们也有Podcast的频道 你只要在相关的应用里 搜寻7.5号一天听一点 就可以订阅我们 也记得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 我们需要你的支持 然而如果你对于 7.5号的商品或课程 有兴趣的话 如同前面提到的 自信表达力 这一门线上课 相关的讯息 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 都有连结 欢迎你的加入 期待你能够把握11月30号 晚上12点之前 1699的优惠 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